嗨,我是Karen DJI最近呢就出了Action 4 还有我刚刚拍了的 Mini 4 Pro无人机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人敲碗 然后人称是一个rock神器的 DJI Osmo Pocket 3 我开箱过这么多DJI产品啦 这一次开箱让我特别兴奋 因为我拿到的不是standard set DJI Osmo Pocket 3 Creator Combo Set 他们的价钱相差差不多700块 但是里面的东西是差很远的 从正面就可以看到 Osmo Pocket 3的样子整个不同啦 你看这个screen变很大了 后面耶 他就放了很多他的各种的新功能介绍 但是功能的部分 我会交给阿Karen来拍等下 因为他趁着我不在的时候 就已经马上拿去开箱了 首先拿出的是这次辅增的手提包 还有保护盒 另就是Osmo Pocket 3本尊 OK这个我们先放一点 这个是一个续航手柄 其实它就是一个battery来的 就是可以抓得更稳一点 然后同时它又是一个battery 接下来这个普通的 是底座 在接上迷你的三脚架 去哪里都可以拍了 包装呢 还有超广针巨镜传属线 本质重头戏就是这个 给你们看看我原本用着的麦 哟 帅很多耶 According to 已经测试小机的阿Karen他讲 这个麦很紧 收音很好 OK是时候看重点了 Osmo Pocket 3 它保持还有系列里面的优良传统 就是小跟巧 拿上手其实它跟一台iPhone 15 Pro 是差不多重量罢了 但是size的话 它是手机的一半啊 上半部分是有云台稳定功能的镜头 最大重点 哈 是这个啊 超大2寸旋转式屏幕 虽然你是可以点一下这个 拍摄间开机 但是我觉得 这样转屏幕开机才帅的嘛 是不是 体验感觉很好耶 当然你除了用来开机之外 旋转屏幕其实也是很符合现在我们的使用习惯哦 你想要拍YouTube的时候你就打横来拍 你想要拍IG Real TikTok 小红书的话 你就打直屏幕来拍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就是实测啦 OK 阿Kent 他已经拿去拍过了哦 Yo 我就是吹水马嘴的 过头谁 为了实测这台Osmo Pocket 3 我就带来我们团队的小可爱来到这个Perdana Botanical Garden 在开始之前 先让大家对它有基础的认知 所以我把它所有主要的特性 特点 特征全部浓缩在一起 方便你们记住 一寸大底 晚上拍摄能力提升 而且支持全像素对焦 两寸大屏 旋转式的屏幕支持直屏或者横并拍摄 三轴机械防抖 跑步骑车等 拍摄环境哦 都是很stable的 4K 120 frame 这个对后期制作的玩法是会更广的 五项摇杆 就好像PS5 controller上面那个Dualshock 控制这个镜头运相 还有很重要的 Osmo Pocket 3 现在支持最新的Active Thread 6.0 这个等下我们会展示给大家看的 But then 那现在首先我们来一次用它拍出来的影片 那刚才的片子里其实可以看到有三种不同的焦段 第一个是一般正常拍摄也就是一倍的 然后你可以用摇杆往上推也就是第二种的zoom 1080p的话可以zoom四倍 4K的话可以zoom两倍 第三种的话是超广角 把这个附送的磁吸式广角镜头轻轻系上去就能够了 如果想要拍出一种那种萌萌美的感觉呢 也可以系上这个Black Mist Filter 顺便点评一下Osmo Pocket 3的拍摄能力啊 那很多时候我们去拍Vlog啦 如果在大太阳底下哦 人脸或者有肤色就会off tail了的 但是如果你打开这个功能呢 就能够更好的还原肤色 也可以修脸 方便你Vlog的时候用咯 当然如果你有更高级的要求 还可以选择10bit色域的D-Log或者是HLG格式 不只是可以保留更多的细节 后期调色动作也可以玩得更多更有创意 但是我们是普通人来的嘛 我也想了解更多普通人能用到的功能 那可能刚才有讲到这个旋转屏幕 可以快速开机跟关机 是很好用一下的 but then我个人是觉得啊 如果在setting里面关掉了这个功能哦 用起来其实会更方便的 因为其实你点一下这个拍摄键哦 是快过你旋转屏幕来开机的 还有就是哦 只要你一旋转屏幕 就会自动切换16.9还是96 再来也顺便给你们展示一下 Osmo Pocket 3的三种追焦运镜模式啊 第一人脸追踪 顾名思义就是开启之后 就会自动detect 注意接近中心点的人脸 然后自动锁定并且跟踪 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出去拍Vlog 第二物体追踪 我们可以选择要锁定的目标 然后做一个你想要的运镜 比如说推进横扫或者是围绕 你的锁定目标都能够随时保持对焦 更适合我们平时拍产品开箱的时候 拍一些产品的特写 第三90度或者180度旋转 用来拍一些比较特别的运镜 更适合那些想要拍酷炫转场的朋友 比如说TikTok啊 IG Reels啊 有一点要给大家分享就是啊 Osmo Pocket 3主打的就是轻巧 手柄这个部分啊讲真的 如果女生拿呢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但是如果换到来男生拿的话 它真的有点太小了 而且摇杆也是设计的比较偏下方的 所以单手操作起来呢 是会显得比较别扭的 所以建议这个螺纹手柄可以直接 保持着不用拖下来 而且下方也可以上那个迷你三脚架 方便anytime都能够放出来自拍 另外就是这个Osmo Pocket 3的续航能力 4K 60fps如果连拍了 大概还是可以买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这样子的 而且它只是快充 16分钟就能充80% 如果还是不够用的话 可以连上这个续航手柄 延长大概多70%的电量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今天的快速实测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现在不是用这个DJI mic 我现在不是用这个DJI mic 样子不一样音质会一样 我不知道 我们试一下 快点快点拍完了 拍完了我们要去吃饭了 很饿啊 小孩子啊很吵啊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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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Mic Test Mic Test Mic Test Hillary的声音听不到了 现在只听到我的声音了 吵啦 任她吵啦 都听不到她的声音了 OK 登登登登 现在用的是 平时我们相机搭配的 DJI mic 登登登 这个是DJI Pocket 3 用着新的DJI mic 2 听起来是不是好像 没有什么分别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 mic 是千多块的 讲真的我是没有想到 Creator Combo 竟然会送这样好的 mic 况且Osmo Pocket 3 本身就已经内建了 三颗全向麦克风的 收音方面 我觉得是很不错一下好的 如果觉得环境太吵 或者想要观众更focus你的声音的话 这个 mic 2 一开机 就能够立刻连上 然后使用了 OK 看完了阿KEN的快速开箱 跟实测之后 是不是都很心动叻 是不是觉得很好用叻 很多会讲 这么有了Action系列 还要一个Pocket系列叻 而且它的防水防尘 还没有Action好 但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有这个整立云台 就放在这边 它的稳定一定是很好很好的 物理稳定 而且这一代的Osmo Pocket 3 它也配上了这个 2寸的超大旋转大屏幕 比上一代足足大了4.7倍 而且它还可以 touch screen 看到吗 它就很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 很方便了 像是1寸大底啊 4K 120fps 全像素对焦技术等等 也在上一代的这个基础上面 它做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最后就是价钱啦 当你们看着这个影片的时候 也代表说 Malaysia已经正式开卖了 那它的价钱就是 Osmo Pocket 3是2299 这样我的这一个 Quizzo Combo版本呢 就是2959 我个人建议就是 如果你现在是用这一代 或者二代的话 都很值得升级 强烈推荐升级 它的改变真的是蛮大的 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